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人过四十岁就变得愈发不迷惑了,人过五十岁就该知天达命了,人过六十岁基本就能听得尽别人的劝告了,在这三个年龄段当中最重要的还是五十而知天命,人过五十能不能活透,能不能完全做到知天达命,决定了往后余生的质量到了五十岁。 拉开人与人差距的,其实是以下几样东西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九窝谈国学,能否跟自己握手言和,所谓见自己,见天地,见众生,再见天地,见众生之前,我们第一步要做的,就是见自己,问题是,如何才能见自己呢? 见自己的关键,不在于取得什么成就,而在于跟自己握手言和,内心的自己如何,我们都全然接纳,不排斥,也不抱怨。 对于内心的自己,有的人抱怨自己太老实,有的人抱怨自己没本事,有的人抱怨自己赚不到钱,有的人抱怨自己比不过别人,总是否定自己,除了让自己活得痛苦,失去了人生的希望,又有什么意义呢? 说实话,拿金钱,物质来衡量自己,就是一种愚蠢,是否老实,又没有吃别人家的大米,何必纠结,是否有钱,又没有求助于他人,何必自责,放宽心,接纳自己,跟自己握手言和,将打开新人生的大门,是否体谅身边人的平凡? 人过五十,所关注的重点,不再是外边的世界,而是自己的家庭,家庭和谐,家人都过得不错,就已经是人间值得了,家庭和谐,说起来简单,可做起来就比较困难了。 绝大多数中年人跟家人的关系,都搞得一团糟,别说和谐相处了,连心平气和说句话都做不到,问题就出在不懂体谅这一点上,父母不体谅孩子的不义,就会跟孩子闹矛盾,丈夫不体谅妻子的不义,夫妻双方就会起冲突,每个人都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,而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,总是以自己的要求去勉强别人,如此,关系怎么可能和谐呢? 对待身边人,没必要苛责,也没必要勉强,选择体谅就好,孩子是平凡人,就接受他们活得平凡的现实,另一半本是一般,就体谅另一半的辛劳付出,是否拥有一定的存款,人到终晚年,需要依靠这三点,老底,老窝,老伴,所谓老底,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存款,有存款的家庭,跟没有存款的家庭,所处的境地,基本上差距极大,有存款的中年人,哪怕失业了, 也能凭借手中的存款过好每一天,没有存款的中年人,不论是不失业,都手停口停,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,说得难听一点,大家都生了病,有钱的人可以购买一定的医疗资源,而没有钱的人,啥资源都买不起,就只能在家等死,汤无盐不如水,人无钱不如鬼,不要觉得存钱是落后的行为,有可能,存款就是普通人最大的保障,遇到了困难,没有人会帮助你。 而兜里边的钱,汇救你一命,身体状况是否健康,所谓历经世间多少事,方知平安值千金,经历的多了,才明白一个道理,人世间的万事万物,都没有身体健康重要。 有健康,才能享受生活的美好,缺乏健康,哪怕在有钱,也人在天堂,钱在银行,尤其是经历了这几年,相信我们都会明白,是否成功,已经不再重要了,能够活着,能够身体健康,才是生活的关键。 有的人,因为透支身体,而患上了一堆的疾病,赚的钱还没有医药费多,有的人,因为沾染了病毒,熬不过去,就到此为止了,一切梦想都成为了一场空,从今天开始,不妨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。 有可能,身体健康的你,会比别人更富有,也更有福气,因为不生病,就能为家庭节省一笔大钱,50岁以后,拼的就是健康,健康关系到一个人的事业命运,以及整个家庭的氛围,五十二之天命,孔子说,他到了50岁,就能掌握天道之规律,50岁,通常是一个人各方面的修为,收入,成就达到人生顶峰的一个时期。 这个时候的人们,经过大半辈子的奋斗,看透了世间的人情冷暖,世事的变幻无常,开始有所开悟,很多人依然活跃在各大岗位的一线,成为单位的中流砥柱,或中间力量,还想在事业上再上一层,做出更大的成绩,但很多人由于年轻时,不注意休息调节,各类健康问题,纷纷亮起了红灯,这也成为阻止他们在职场上,进一步发挥光热的障碍,甚至成为家人的拖累,健康不仅仅是身体分析, 这方面的,也是包括了心态。心态良好,也是幸福的关键,很多人到了五十岁,可能会或多或少,有些心态失衡的感觉,因为到了这个年龄,孩子大了,外出上大学了,或者外出打工了,家里一下子只剩下夫妻两个人。 心里难免空落落的,在职场上,可能看着小年轻们干尽十足的样子,感觉职场的天下,都是年轻人的天下,没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了,会有种被时代抛弃的失落感。 在身体上,很多年轻时没有的毛病都出来了,每天要罐子堆着,没走两步就气喘吁吁,天一冷,膝盖就疼,感觉自己像个废人。 但其实既然到了知天命的年纪,就要放平心态,平心静气对待任何事,不要过度强求。 因为只有心态良好,才能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保持平常心,懂得儿孙自有儿孙福,就不会对子女的生活,工作过多干涉。 在工作上,无论取得什么成就,不管大小,知道都是自己的造化,宿命难为,身体上有点小毛小病,就懂得去看医生,遵医主,按时吃药,积极锻炼,只有把心态修炼好,才能吃好睡好心情好,也才能保证健康,让自己收获幸福,愉快地度过自己的晚年时光。 那么,如果拥有并保持健康呢,健康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,是持久战。 南宋诗人陆游曾在一首《小诗》中写道,老去身邮件,秋来日自长,意思是,等到年迈的时候,身体还很健朗,秋冬来了,也不怕他的漫长。 我想,这句话应该是很多五十岁以上的人的心愿,但要想达到这个境界,我们该怎么做呢?那就是从今天起,修身养性起来。 不管我们年轻时多么不注意健康问题,而拉下任何病根,这时候再来锻炼也不会太晚,我们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锻炼做起,比如散步,打太极拳,做老年瑜伽等等。 甚至去搞亲戚书画,发展自己的一门爱好,都能养人养心,开始锻炼后,也不要妄想一天就能练成什么样,因为健康这场仗是个持久战,我们每个人穷尽一生,都跟它脱不了干系。 要相信,我的健康我做主,健康也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,五十岁并不老,只要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,积极锻炼,关注嘴,迈开腿,健康这场持久战,我们就有赢的希望,心态方面是否阳光,人,既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,也需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,身体和心理。 这两者不是分开的,而是相辅相成的,身体好,心态也好,那就是真的好,身体好,而心态不好,那身体迟早也会变得不好,心如何,面如何,往后余生就如何,对于心理问题,有人说过,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,而精神极度贫瘠的年代。 现代人虽然享受到一定的物质资源,但他们的内心是极度空虚,贫瘠的,以至于,他们通常感受不到人生的意义,人生的意义,永远跟金钱物质无关,只跟自己的内心有关,心若向阳,哪怕现在阴雨连绵,你也觉得阳光灿烂,心若冰寒,哪怕现在艳阳高照,你也觉得阴寒甚人,如此而已。 感谢观看